西藏阿里距离拉萨有1000多公里 在那里有一种传统服饰 而且它是中国国家紧飞翼服饰 在民间它被誉为飞天服饰 那么穿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走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个三个装呢 可能是整个西藏的妇女服饰里面 是最豪华最重的一个服饰了 小心差不多穿了半个小时 现在都喘不过气来了 就很重 这个服饰整套下来将近50斤 这个服饰呢 在民间有很多种传说 有一种传说就是 我们藏系里面的诺桑王子 和他的妃子尹周拉姆的爱情故事 当时呢尹周拉姆为了追寻 他的美好的爱情就飞向蓝天 然后当地的人们就为了纪念他 就做了一套这样的飞天服饰 然后另一种就是 当时尹周拉姆被其他的妃子排挤 然后他就化身成一个孔雀 然后这个服饰也叫做孔雀服 现在大家知道了吗 这一天就会说是 这一天就会做孔雀 就会做孔雀 在那里一边 他说是 我对这一天就会做孔雀 但我们就会做孔雀 就会做孔雀 对这一天就会做孔雀